在旁边这位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朋友 雷师傅 雷师傅 这个坡我想对你没什么难度 这个坡虽然说我们看着它的坡度不是很陡 然后这个坡也不长 但是这个坡坡度有27、8度 然后上了坡之后呢 这个坡上还会有一些小的炮弹坑 然后过了炮弹坑是一个非常泥腻的一个悉尼巴路 过了悉尼巴路还是有一个小的一个驼峰 过了驼峰之后再回来 也是有炮弹坑和驼峰一些障碍 然后呢这两辆车呢都是城市SUV 然后它们都是前驱车 所以说这个越野场地啊 对这两个车的挑战是比较大的 好了现在雷师傅已经将这两台车 都进行了一个体验啊 雷师傅在这两台车 在一个这种场地上面的一个驾驶 首先来说这一辆特级的火热拨 这辆车其实刚才我们也从镜头里面能看到 这辆车其实我上中间这个坡的时候没有冲 我是直接在坡底然后起步 就很轻松的就上车 你可以感觉到它在坡下面 然后整个上坡的过程 它整个这辆车的第一扭是非常的强 然后上坡之后呢 就是连续的一个小驼峰 然后过连续驼峰的时候 我觉得这辆车 其实它整个底盘给你的回馈 这种感觉我觉得非常的紧致 而且你走一些迷路的时候 虽然说你一般会把这个车往旁边推 但是你只要掌握好方向之后 这个车还是能按你的意图去 走影响走的那条线 然后最后呢就是上到 这边大一点的炮灯坑 这辆车我本来以为它的悬挂形成不够 但是上那个炮灯坑可以顺利通过 然后后面最后两个坡峰呢 其实我也担心它会蹭到这个前杠 因为它的这个接近脚确实 很大 有惊无险就那么过来了 然后整个过程非常顺利 再说这辆哈佛H6 可以看到我们在同样的一个地点 然后以同样的这个静态上坡的时候 这辆H6没有上出这个坡 最后我们是采用冲过的方式才冲上去 然后走到小的炮弹坑 和一些碎石路面的时候 这个车的时候的感觉就是 底盘非常的兴奋 然后最后的那两个驼峰啊 这个车 我也觉得它整个低扭 是非常非常不足 这个车 是非常不足的 我们在这一路上 我们在这地上 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这边的地上 我们在这边